嗨,我是宝可梦,今天大家过得都还好吗? 今天的主题呢,一样是宝可梦生日庆的连续活动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其实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 就是有一位粉丝他的这个feedback,他的这个参赛的心得 其实讲的就是说信用卡的这个省钱跟使用的艺术 那在今天的这个分享的心得里面呢 也会跟大家就是分享他的心得 那也加上一些宝可梦的注解 希望你们会就是看完今天的影片会有所启发 好,这是很有趣的 那今天的话是许叉奇小姐的心得 那第一段她说 还记得第一次拜读宝大文章时 是在解联邦银行Apple Pay我的幸福时光任务时 当时还在苦恼怎么解联邦银行这个困难无比的任务 没想到宝大的加洛福礼物卡轻松地解决我的问题 从此一脚踏入了宝大的省钱世界 好,那我觉得看起来我觉得还蛮欣慰的 因为我那时候我写了一系列的Apple Pay的文章 那在Apple Pay文章是有好像六七个银行 同时就是加入了这个Apple Pay的行列 那很多银行都有各自的活动 那这些活动其实都算是期时间非常短 但是每家银行都玩不一样的玩法 那我发觉有个问题是我想要解这个任务 但是网路上没有人教我怎么解 所以我就干脆把我想要解的步骤都写下来 并且放到网路上面去成为一系列的文章 那刚好这个我们的这个许小姐她看到了宝可梦写的文章 然后就因此而深受就是我的精神感召就开始看我的文章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妙的感觉 因为对我来说我之前现在也是啊 就尽量天天每天写文章 但是我永远不会知道我的文章到底会不会被看见 到底什么时候会被搜寻到 所以也许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 你看到了宝可梦的文章 然后你后来成为我的粉丝 或者是你看了我的某一支影片 或看了网路上的频道节目 或者是我的新闻采访 然后来搜寻宝可梦 才找到这样子的 在近距离跟你聊天的这个镜头前面的宝可梦 我都是觉得非常的感到欣慰 然后也非常谢谢你们 因为没有你们就没有现在的我 所以现在 因为Apple Pay大概是三年前加入台湾的这个市场 所以这个许小姐她看到我的文章 其实是三四年前的事情 但是她follow我已经follow这么久 follow到我已经出书了 然后她买了我的书 然后还来看这个 就是还来参加活动 我真的是觉得她真的是超级铁粉的 因为对我来说 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 对 那第二段她说 后来病养成了反要缴卡费 缴费刷卡办卡 就先看宝大的部落格有没有解任务的详解 每日浏览宝大部落格成了每日必做的事情 上班都还没有打开outlook 就先看部落格有没有新文章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新的分享 对 因为像我有的时候我在追某些特定的blog 或者是某些YouTuber的时候 那她如果是每日更新的话 我的确会养成习惯 我会在某一个时间点 我就会去看说她有没有新的东西上架了 那没有想到我自己也有一天会成为 就是居然也是别人在follow的这个状况 那这也更加深了我的信念 就是真的一定要去做每日更新 因为你越频繁的去更新 的确会让人家就是黏着回来这样子 所以从这个许小姐的这个心得 其实就很明确的就可以知道说 的确是应该要这样做 那她说 国泰大小天王缴税深卡 台新经典计划日盛送点王 MGM 每一个任务在宝大的分析下 就这么easy的迎刃而解 就如同C道大大在推薦去想的 信用卡的省钱艺术 那很多人啊或者说 有一些不太懂信用卡的人 他们在网络上都怎么评价信用卡呢 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想法去觉得说 你不需要花这么多时间 在管这些迎头小利 迎头小利 但是你有没有去想过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小资组都没有办法 去增加我们自己的业外收入时 是不是使用信用卡来省下更多的钱 反而是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真的有办法那么快的去做开源 那么快的去赚钱 那我们又何必隐隐积居于这个东西呢 所以我觉得 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的观点 跟立场是不一样的 所以真的没有必要去批判 我们这些喜欢使用信用卡的人 我们也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还是凭什么讲我们 对不对 我们也没有就是太台湾的经济衰退 没有什么 我们只是喜欢信用卡 这样子也有罪嘛 所以信用卡的省钱的确是一门艺术 只要你可以做到就是出神入化 像宝可梦这个样子 那你当然也会被人家成为一场老师 或者是大使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新闻记者 会只要每逢就是信用卡的条款一变 或者是市场上有什么风声鹤唳 他们第一个时间都会打电话来询问我 并且要求采访 这就是这个原因 你只要在某一个领域做到了专进 就算是信用卡 就算是省钱好了 你也可以变成省钱大师 所以我觉得用无地放食的这种心态 来去攻击信用卡都是一件 我觉得是不好的事情 就是这样子 第三段许小姐说 这本书就如同这个集部落格所有文章与大成 内容具性名移的说明了里程卡的妙用 分歧卡的首选 行动支付该榜哪张卡 缴费缴税该怎么拿 高回馈 数位账户的优劣评比 众神卡的英勇事迹 所以这本书虽然说我讲的是有大概四成左右 是从部落格的文章里面摘入而来 但是中间有五到六成 是我另外重新撰写的部分 那这些重新撰写的内容 当然是你在我的部落格上面看不到的 所以这个书当然是有它的价值 因为它最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 是经过编辑跟作者重新编撰过的 那这些内容是整理过的之后 其实对于你的吸收是会更有帮助的 因为你不会看我的部落格文章 就像大猪小猪落狱盘 这样子 你就很难去找到一个清晰的脉络 但是你其实从书本里面 你可以明确是知道说 我要阐述的这个事物的真实的道理是什么 你如果真的不信你就去数据翻书 翻一翻就知道了 好来 最后一个段落 许小姐说 也许你会说 为了回馈办这么多张卡 要怎么管理 书中也教了 就是使用Gmail的邮件来分类 将银行的信用卡账单分开放好 其实不是只有477张信用卡需要管理 即使你便有三五张信用卡 也是需要学习好好管理的 因为理不理财就财不理你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不管你有三张卡五张卡 或是30张50张 你都应该要就是像对待初恋情人一样 就是对他申请款款 而且认真的去对待他 因为如果你真的就不去管他的话 你甚至刷了多少钱你也不知道 账单来你也不想讲 那你最后只会就是信用破产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许小姐的分享 真的是很重要 就是信用卡的省钱极致艺术 宝可梦可以做到 不代表你们就做不到 因为我跟你们一样都是凡人 所以我也很相信 我现在正在努力追寻的任何的东西 也都能够成为你们 就是转化你们的生活目标 然后努力的往自己 所想要前进的那个方向 走的很重要的动力 你们如果怕有人 就是没有人在你的前面为你做指点 那没有关系 宝可梦已经做到 我就是永远站在你们的最前面 替你们打仗 替你们争取权益 替你们去对 卫抗银行所有的财团好不好 这就是我的梦想 因为我希望能够改变台湾的金融环境 那我也很庆幸我已经开始在做改变了 而且不只是我一个人获益 而是让全体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小财神们 我们这边我所关注的粉丝们 都可以拿到同等的利益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就是我人生最大的成就 也就是非常的谢谢大家的支持 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这个许小姐的心得分享 然后也在这边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内容 能够有所收获 如果你真的觉得不错的话呢 赶快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下面订阅一下 然后呢 小铃铛开起来最新的消息 才会放松到你的email里面 好不好 那也非常欢迎你公开的按赞留言 分享跟你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 领略信用卡的省钱艺术 那他将来硕定也可以变成百万富翁哦 好开玩笑的 还是要努力赚钱的好不好 好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